这边疲劳造成的伤害不一样 所以连疲劳也能挡 我加到100%我就完全不疲劳 哇有耶有效 哈喽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狂战士 他的背包在于狂热状态之后 我受到伤害减少20% 加上他的龙龄护甲 也是在战斗狂怒期间 伤害就会再减少15% 所以这个%是用成的还是用加的呢 如果是用加的话 五件盔甲减伤75%加20%是95% 只会受到5%伤害 那基本上是无抵累 那六件真的是绝对不会受伤 是这么夸张的吗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重点就是拿护甲 但武器呢 我们应该还是直接拿斧头吧 我们要的皮质护甲是罕见的 所以这边我们也许可以考虑买一张会员卡 在初期应该比较容易刷到 那刷一下 但我目前没有武器 我大概会输得有点惨 我只能先靠小猪仙 多赚点钱了 这方盾牌好多 这个 可能还是会输哦 两把武器 看看 两边都是没什么伤害 哦还赢呢 这样也可以赢 剩一滴 还行 那么最后转值呢 要选择的是入木守护 由这个受到伤害又减少10% 所以加倍一包这样就减伤了 30% 所以这样五个盔甲 那真的是105%的减伤 那应该就是无敌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那么夸张 它这边呢是要搭配自然类的物品 那每一个都会加0.5秒战斗狂怒时间 OK 所以我们也是要把这时间拉长 那这里还有半架的锤子 那看来是该把小猪开始敲一敲了 这边把会员卡也升级一下 对方已经有辣椒黏黏了 但是它只有木剑 当然两把我觉得也够了 没错 它出水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输出能力就蛮强的 看一下能不能多晕个几下 再插个两下 OK 打输木剑 那个黏黏还是很强 有了 终于有斧头了 这个得先买起来放 然后盔甲买不到任何一件 正想玩盔甲的流派的时候 就没有盔甲了 好的 我们把最后的小猪给敲掉之后呢 就可以来换武器 对方铲子 这应该不会输吧 可以哦 再敲一下 nice 好的 盔甲有了 来来来 我们要多好几件 锤子换掉换斧头 那斧头呢 还得再一把 然后对方也很贪哦 三只小猪 还有两个黏黏 它没武器耶 它把它的短剑和层层钢铁黏黏了 它没有武器它怎么挡 好惨 好啦 那我们现在呢 自然的东西我就先用一些石头啦 沙子来做代替 不然也是可以用食物啦 这也是自然类型 哦 只是这个要塞五件 很难耶 我这个武器 不知道塞不塞得下 那蓝梅这也是占一格 所以我应该也会拿 哦 并且它这个还可以加这个幸运 之后的命中率会比较高 我就 只拿盔甲 鞋子或手套 我就先不拿了 对方很毒啊 食物很多 扫把 我们现在也没有减这个状态 那如果这个减伤对这个中毒也有效的话 那好像就真的是要无敌了耶 到底是加还是存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咯 那球掌 这个星号的位置 很大耶 总共有9格的位置 那9格都加0.5秒的话 那是可以多4.5秒 大概算是两个这个项圈 那这边还有姜饼人 呃 怎么办 要买吗 独特的 还是先买起来 看一下状况好了 它也不是自然系列 那可以触发在我的白金会员卡上 那吸血我就不拿了 我在那个状态下也是会补血 煤炭不算自然 槽药也是可以带啦 不过我们先把武器 呃 想把先合成上去 那我先把鹿木守护的这星位都全部吃满了 那在狂龙期间呢 会灰7点血量跟2点的魔力 好 对方中毒 诶 来看一下中毒对我们这个减伤到底有没有效 来啦 我们现在呢 减伤 然后也是吃满魔力球 多加点魔力 来了看一下 我们现在状态 加一个项圈又多2秒 10秒多了 哦 真的是没受什么伤 来看一下详细的伤害 魔力来到30层之后呢 魔法球让我获得了超多层的各种效果 是随机的12层增益 那有这个增益呢 对加密人来说 好像就有办法触发 那加密人就可以让我的血量 再增加 然后也可以获得充能跟再生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的中毒层数是20层 那每一层呢都是扣一点伤害 那这边我只造成11点 我减伤好像来到了45%左右吗 20%加15%再加10 而确实是减伤到45% 所以各种伤害都能防哦 中毒的伤害也能减伤 目前减伤只有45% 一半的算还不错 那再一件变60% 那其实有盾牌的话 我应该也防得更多 这是减这个12点伤害的 不过呢 我们就把护甲加到满吧 但是我刷到斧头了 OK先把这个斧头合纯上来 只是盔甲我真的是 没地方塞 对方武器很多把呢 有弓箭有光箭有锅子 什么都有 这个看一下 现在 半无敌状态 好 血量一直补 我们的盾终于被打穿了 但血量也补的差不多了 减伤其实就是让我把血量 拉坏的一个状态 然后加上各种的充能 哎呦可以哦 好像挺扛的 有了半价的钻到一件 血性镰刀 但是用不到 我们敲第二个盔甲 对方戎 加两个短剑 那火星短剑其实很痛哦 那我们现在减伤减伤 减伤差不多100% 没有100% 50% 还没这么多 然后减伤时间还在 但是打不动 回血吸不来 还是打不动 我们现在的战斗狂毒时间 是10点5秒 时间10点5秒 我们打了多久啊 我打到了 哎 其实我快维持到最后 都有狂热状态 但伤害怎么还是不够 耐力不够的关系吧 这边会增伤 增伤到 35到41 耐力我可能要再充足一点 不然我们伤害打不出来 我们这个包包要塞满 四五件盔甲 真的很难塞耶 斧头这么大把 对方也塞了两件 但是他铁针 是不是放错位置啊 方向摆错了 看一下 我们现在狂热时间 减伤现在就增加了哦 又多个15% 哎呀 而且多15% 那个护盾也可以帮我 挡掉很多的伤害 那这个护盾期间 就是可以让我慢慢回血的期间 就靠这个守护回血啦 1.8秒回7点血量 有冷冻变慢了 那我们可以尽尽的把食物啊 这个把换成这个超浓起司 至少它是自然类型的 也可以触发 那现在各种加成 我可能要靠这个起司了 然后食物 香蕉 可能要哦 我现在耐力不够 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多穿一点时间呢 对方盾看就好多哦 两个大盔甲 我它伤害 没啥伤害呢 这个大概会打很久 然后我半血之后 我想我的连疲劳伤害 应该也挡得住吧 疲劳伤害把我没有特别哦 那加这个起司 我的血量慢慢变多 还有这个姜柄 然后得到好多好多其他的争议 那好像被消掉了是不是 被这个头盔给阻止了 获得效果没很多 好 那我们现在要加强 还要两件盔甲 至少再两件吧 来啦 对方三个年年 他是不是想要和彩虹啊 OK 我们现在 战斗狂怒有60%的减伤 但它好像没什么伤害 耐力目前好像还可以 但我进入 暴走之后应该就 不够了 OK可以 我喜爱一直提升到500多了 这个拖越久 是会加成越多 喜爱会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然后魔力一直获得 一直有各种buff获得 主要它还有致盲 我们就没有消致盲的 不过呢 盔甲再两个 有哦 这样子加起来会有75% 再劲变90% 90%我觉得也很够了 可以的话我觉得 加点宝石应该也是不错 因为这个盔甲洞都很多 武器洞也很多 但现在有点晚了 我们先不要好了 毒 看一下 我这个毒应该很多哦 再加上这个恶魔烧瓶 炸一下的伤害 哎呀怎么样 我的毒抗性 扛一下扛一下 它会让我状态有点无效 哎哎哎怎么死了 毒的这个坏速就是它的 防御能力满差的 在它把毒叠到很多层之前呢 它就先死掉了 那我们的操弄其实越来越多了 我们血量会越来越多 蓝莓也都买上来好了 有蓝莓就买 那有水晶 看来是可以加一下哦 来吧 减伤75%对上 哇三个头盔 这真是不让我有状态啦 哇一直无效一直无效 我的魔力获得不了 这好像不太妙哦 然后它的暴击三颗龙珠 我们现在进入大减伤状态 减伤你总不能防止我了吧 哇但我魔力真的是拿不到哎 好扯哦 无效成数有点多 这个成数有45%机会我获得不了 但是看一下 现在被打到美丽了 那我的时间也没了 减伤没了 然后它会复活一次 哇不妙哎 它这个复活我可能打不赢哎 伤害有点来不及 然后被冷冻好多层哦 哇这个好好麻烦哦 这个组合 它这每个领袭的黑暗物品 会有六成的简易 哇都加到冰冻去嘍 这变超慢的 我们大概在7秒时候呢 进入战斗狂怒 最后战斗达到27秒 哇多了20秒 我现在需要更长久的这个时间 我的项圈一直拿不到 没办法拿太多个 哎有哎 来了 灰甲有了 但现在是时间有点不够 我覺得目前這個狀態 75%再加這個90%減傷 但我們現在去的是時間 我這邊放一放 不然就把白金卡給賣了 這個多一格其實也才多0.5秒 沒有很多 但這個樣子我盔甲真的是放不下了耶 這樣4件已經很滿了 會壓迫到我上面這邊吃信號的位置 對方盔甲盾也很多喔 那我耐力會打不得了耶 這個盾我很難消耗 我們只能靠氣死 讓我血量一直加一直加 它多10滴其實就是有點補10滴的感覺了耶 然後再加 喔 負能有點多喔 傷害慢慢累積 我們還沒進入戰鬥狂弱的樣子喔 因為血量一直被我拉高 有了 進入了 然後攻速變快 然後各種能力好多層 可以啦 我們其實蠻需要血量增高的 這樣我這個存活率更高一點 然後拉高這個 我活下來的時間 那傷害我提升到這麼久 這個其實我們要拖越久 我的這個傷害累積會越高 這樣的戰鬥呢也是拖到了27秒 斧頭達了500多 疲勞 這邊疲勞造成的傷害不一樣耶 我們是讓對方造成10點 然後他對我造成3點 所以這個減傷70% 是有效的耶 我們應該是減了75左右 所以連疲勞也能擋 時間拖越久 對疲勞這個傷害的差距就越高 然後加到90% 或加到100% 我就完全不疲勞耶 哇有耶有效 這個拖越久越扯 那是時間 想辦法再加上時間 我們最後一輪 埋的就是項圈 就是要很多很多項圈 時間加到個20秒 無敵20秒 比這個黃冠還扯 扯了10倍 但就是 有機會嗎 我們現在4盔甲應該是很滿的 那多大槌最後一輪可以賣掉了 這還可以賣5塊錢 那白金卡 等一下也可以賣掉了 包包擴滿 那能加強的就是水晶 那我們對方 這個放疲勞也沒什麼用 放盔甲也沒什麼用 這我們就想辦法 還有什麼可以買 看一下 加速包半價可以買 然後槌子給賣了 看一下有沒有更多的這個項圈 有喔有喔 他遇到一個半價的喔 這樣加起來三個項圈 讚喔 這是我們最後的狀態啦 事件大盔甲減傷的是90% 然後現在 戰鬥狂弱的時間應該有到15秒以上 我看一下對方 能不能讓我疲勞呢 對方盔甲也是挺多的 消幸運 大家各種消幸運 我有兩隻鳥 但對方這個是幸運流的 所以我應該能阻止他一些效果 我怕這個充了那麼多 我看一下 他這個是20層 然後獲得40層的其他增益 那他只會加一次 但是我魔力球的話呢 他是無限次的 因為他是消耗30點魔力 但我最多最多可能只能加兩次吧 那他這一次20層 欸他是40層喔 好多喔 一次4層 誇張了 哇他吸血超多耶 但是他弓箭 他武器都是弓箭 大概也吸不到血 但是有這個充能 有這個負能喔 飽了 哇 我還沒來得及減傷 他沒有打到我這個減傷程度 我90%減傷 顯現不出來 但是確實是有效的 而且確實這個盔甲減傷呢 是用加的 不是用成的 所以我們確實有減到90% 那真的武器的話 就減到105% 是不是這個多5% 應該是不會反彈傷害之類的給他吧 應該是沒那麼誇張 總而對方打了傷害其實也很高 打了4500 只有血量一直增加 那個氣質有點扯 難怪他是傳說級的 因為這個加血量真的是很多 算是回10點 然後又加一個隨機增益 再加這個薑餅 也是加血量 所以血量一直增加 是他的兩倍了 好扯 所以我們要進入這個 半血的戰鬥狂路也不容易 那因為血量變多呢 進入半血之後 這個護甲加一加是160 160之後呢 然後這個時間都是我的回省時間 所以應該可以把血量慢慢的拉回來 這組合呢 沒有說很強 但成型之後確實是挺無敵的 畢竟他連毒啊 皮膠傷害 各種傷害 都有辦法去抵抗 不管對方各種什麼穿透傷害啊 盔甲無視 這個也是可以減傷 所以這個確實只剩10%傷害的話 真的很強 就只是這個時間維持要很多啊 這個至少要拉到十幾二十秒 不然不夠 因為我們輸出 或是對方這個有防禦的話 戰鬥都會拉到二十幾秒 剛剛最多是打到27秒 如果在中途的選擇上遇到很多盔甲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看 和一次來個四五間盔甲 這個防禦率真的是無敵哦 分享給大家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別忘了按個喜歡支持一下咯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